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海峡时报的头版又有新东西要揭露了 刊登在报纸头版封面的是一张复制了死者金正男身上的刺青图 图下方还可以把肚脐也画上去 根据报道指出这副刺青印证了遇害者就是金正男 他身上的这块刺青曾经在2013年时在新加坡曝光过 其他的相关新闻还有刊登在新州和前锋爆头版 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大马取消了朝鲜免签证入境的措施 以及新报头版报道今天延长扣留届满的其中一名朝鲜级嫌犯 李正哲由于证据不足逃过检控 不过警方将把他移送到移民局遣返他回去朝鲜 比较关注明深刻提的是阳光日报头版新闻 大标题打出了人民生活负担越来越沉重 说的是白糖起价十一先 不过贸效部在脸书贴文声称 大马跟其他国家相比 白糖价格还是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立即引起网民更愤怒的讨罢声 早前闹得沸沸扬扬取缔中帽刷行动 经过商家与贸效部相互协调之后 取缔行动已经喊停 并为商家取得足够的时间查询产品的用料 并为相关产品贴上非清真标签 贸效部执法组主任莫哈莫罗斯然表示 在3月10号也就是一个星期后 将重新启动第二波取缔猪毛刷行动 他强调这只是一项极普通的突击检查 希望各界不要过度渲软 不要让行动专上种族或宗教的敏感课题 莫哈莫罗斯兰也再度提醒商家 如果有关商品必须贴上非清真标签 标签至少要10公分宽 不能太小 以方便消费者分辨 换个焦点 针对国会可能会在下周复会时 在一程表更新三无无法令动议的内容 玻璃市宗教寺阿斯里认为 三无无法令修正案已经被政治化 这是他所无法接受和同意的演变 同时他也不认同将反对和三无无法令 有意义者标签为异教徒或反伊斯兰者 甚至主罢他们 阿斯里对于修正内容上也不完全赞成 他认为修正案中的刑罚只适用于违反刑事的罪名 但却不适用在提高与行政和一致提哈的做出法律裁决的过程 再加上 权力支持修正案存有风险 那就是可能会扼杀大麻的民主国制度发展空间 并推销宗教化的保守发展 导致人们对穆斯林及伊斯兰存有负面观点 甚至出现伊斯兰恐惧症 另一方面 一行法课题遭一些政党玩弄后 已经挑起了穆斯林间的仇恨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